首先我們請教育部部長 陳委員你好 部長也好還有賴主委在這裡也好 我想今天我們在討論陸生來台 或者是採任中國協力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一個問題 我想這是攸關台灣未來十幾年的一個重要的政策 所以不管是我們立法委員 或者各位在座的政務官 我想我們都是在寫歷史 我想我們了解台灣人民是用很嚴肅的標準 給我們看 我想今天絕對不是意識形態 我想這是攸關台灣人民的權利 所以我想我們過去幾次的委員會 不管是教育委員會討論陸生來台 民進黨用憋歌的方式 事實上基本上我們是堅決緩對陸生來台 甚至於採任中國協力 但是今天我想我們放棄用憋歌的方式 我想基本態度我們很清楚 我們也要讓這個事情 這個越變越明 其實我們用憋歌的方式基本上是要凸顯這些議題 讓社會更了解 但我們大家要很清楚 中國部長這個賴主委你都在這裡 你要很清楚了解 中國跟台灣到現在為止要是敵對狀態 我想這一點不可以好人嗎 不管是中國對台灣 是以後要用武力開放台灣 或是要和平統一到現在為止 他要是對台灣是威脅的 我想這一點 今天部長賴主委我想你們都要承認這個事實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要談的 今天我們要談的就是說 我們在三個禮拜 那麼王院長特別提到 就是說我們希望用協調的方式 也就是說希望我們能夠三線六部能夠正式入法 我想這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一個重點 今天我要讓你了解就是說 今天民進黨反對不是不理性的反對 或是為了台灣未來十多年後 幾十年後我們台灣是不是因為採政 採政中國協力以後 產生很大的一個工作潛的衝擊 或者是陸生台來以後 會產生一個質量的變化 我想這是我們必須關心的 剛剛你在討論的其實都是一些知識節節的問題 但我要今天要問這個部長的部分就是說 三線六部入法有沒有什麼困難 就是說你的版本跟民眾現在拿出來的這個版本 三線六部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剛剛不管是管碧琳委員 或者是執行很多委員所提到的 我是覺得你好像有很多的智愛男性 那我要請問你 我要請問不管是在我們這一次的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一個修正 或者是大規劃中夥法的一個修正案 我們將這三法三部三線六部的這個部分 正式把它入線入法有什麼困難 您請說明一下好不好 我是說這個立法呢 如果有重複立法 那倒是可以來避開啦 像涉及到經警機關安全機密這個本來就有規定了嘛 這個不得在兼職打工 這個在相關的法規 對齁 內政部也有嘛齁 那這個 有沒有什麼困難啊 我剛剛講啊 剛剛考選部特別提到 這是行政權 就是說三線的部分 三線或是六部的部分 都是行政權 是不是行政權啊 這不是行政權的範圍呢 那個比例相 我個人是認為這個是行政權範圍嗎 我個人是認為這個是行政權的範圍嗎 我非常同意就是管碧琳委員他的主張 事實上現在三部三線六部這個部分 如果能夠正式用法令來把它做一個規範的話 也就是說未來就沒有爭議了 就不會造成社會的一個恐慌了 我想這樣子的話 如果在我們今天的一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這個修正案的這種審查過程中 那麼能夠把它正式入法 未來到交易委員會 我們大學法交通法都能夠把它入法的話 我相信說這樣這是大家民進黨反對黨起來 反對的立場上對台灣人民有一個交代嘛 你們也可以解除這個台灣人民對於開放 開放陸生來台的遺利嘛 我是覺得這有什麼困難啊 為什麼你們要兼職啊 有些涉及到實務性的 你把它定說0.5或是一個百分點 這個是可以協商的 如果說在電話上你們有意見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我是認為主要你嚴格性同意 就三線六部的部分如果入法的話 我想今天大家就沒有爭議了啊 對不對 我要進一步要了解 我們教育部我們開放中國學生來台 我想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看希望可以收到中國一些好的學生物 不是這樣嗎 沒有錯沒有錯 第一個目標嘛 其實你們 其實你們開放陸生來台 就要解割一些書校 招生不足嘛 對不對 大概只要你們這兩個部分 這樣兩岸年輕人多接觸啦 兩岸的關係可以改善 但是事實上是在解決嘛 是在解決這個現在我們 失校招生不足嘛 外交政策的延伸 對 那我今天我有兩個疑例啦 是 第一個就是說 事實上在兩岸四地現在的整個 這個學校的一個評比 我看一本十次是 新加坡香港啦 台灣中國現在目前評比起來 現在哪像我們台灣是島式第二 台灣比大陸好一些啦 島式第二啦 比如說比香港差啦 我今天我要問的意思就是說 那如果說現在與中國這些好的學生 會到台灣來嗎 會有 會到台灣來嗎 如果說會到台灣來 我現在就要主意啦 他一定有身負什麼任務啦 我如果照正常的啦 好的學生 照講的應該是去好的學校 甚至於去阿彌國國啦 但是說 用什麼誘因 既然我們三部 三線六部把它限制下來以後 能夠收到 會收到好的學生嗎 台灣在租信光電很多領域裡面 都比大陸領先啦 所以他們還是會到台灣來 但是 如果說 以台灣跟大陸相比 可能啦 但是如果說 一樣可以出來 出來出國生造的話 他們一定會選擇 比台灣 更好的學校啊 譬如歐美各國啊 五年五百億齁 在二十一個領域裡面 所以我今天要談啦 我要讓你了解 其實我們今天不在爭論啦 我只是突顯問題嘛 所以說今天 今天我們的目的在哪裡 實際上招收頂尖先生 學生嘛 但是我們可能會招收不到 那如果我們招收不到 未來的學生 來了 又是一些 有一些 政治人物的來 對我們的孩子有一些聰明 我這不是這麼說喔 這是 我給你了解 包括我們主委在這裡 這也是交易問題 也是政治問題 其實台灣跟中國 現在是一個特殊的國與國 其實我們兩國之間 沒有所謂的所謂 教育歸教育 政治歸政治 都全部都是政治的延伸啦 都是政治的延伸啦 所以我們今天很清楚 如果在政治是在國家的安全 在社會問題上 我們沒有好好去做這方面的一個考量 事實上開放對台灣來講 是很大的一個衝擊啦 尤其我最統一的 就是思想交易 其實我們台灣跟中國 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台灣 台灣就是已經 沒有思想交易了嘛 我們現在已經 沒有在三民主義 沒有在國務思想 台灣做民主 我們不可能叫他統一 但是中國不一樣喔 中國是 思想 受限制的 是極權 威權統一的 他們來會被我們統一 那你今天你要了解喔 你叫我們孩子 我們孩子去台北 去台北 去台北 我們也會提醒他 對啊 你怎麼提醒 有原意提醒嗎 事實上 教育是會改變一個人的思維的喔 所以我們的 我們的孩子 應該跟自己教喔 但是你要了解喔 他們來到我們這裡 是我們不在教他們 思想教育的喔 所以這個 這個未來 國家的認同 是會產生問題的 思維 思想會產生問題的喔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要特別要跟您提醒啊 如果這樣子無限三港 這樣子 不斷的這樣子來 來開放的話 對台灣未來 會產生很大的一個 我們也會審慎 會審慎 這個不是審慎的問題啊 不是你一記審慎啊 我是覺得 部長 如果說 以你這樣輕調的一個 大目 尤其是對 本期這種說法的話 我真的不能 我真的不能接受部長 你身為 你身為一個 教育部長 今天我用很嚴肅的態度 在自己面對 在自己接吻 在自己摸 在自己摸 齁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是一個 思想開放的一個社會 我們的教育 基本上是 思想自由的 但是中國是不一樣 我們的孩子去教大陸 去教後 未來回來了 你有什麼配套嗎 你有沒有 你沒有啊 學生 中國的學生 到台灣來 你有沒有篩選的一個制度 有沒有 你沒有啊 我們中小學的民主法 這個教育 我今天要告訴你說 我們要為了 為什麼要開放台灣 陸生來台 目的在哪裡 我想你也很清楚喔 那因為我們找到不到好的學生 反而影響到我們台灣 台灣大學校長跟我講 他有一個計畫 原來預計十年才會突破的 結果一個山東大學研究生 一年就把他突破 那讓他很驚訝 其實還可以找到好學生 沒問題 我們是懷疑啦 不過我今天 我是特別要提醒 最後 我要 這個請布朗 了解 事實上 我們的憲法 也特別 有這樣的一個規定 自由地區 跟大陸地區人民 這個權利 義務關係 是可以用法律 來特別規定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 三法 三線六部 要入法 這是我的基本主張 這個 這個 如果沒有入法 實際就沒有什麼規範 未來我們以後 會對我們台灣 會很大的衝擊 所以我還是 具體的 這個 主張 我想 不管是 這個 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也好 或者是大捷法 全好法 但是我要跟 部長說 我要說 民進黨 放棄背高 理性探討 但是今天你的答案 我真的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的 重點 不在你的內容 而在你的態度 因為你對我 不敢打斷你的講話 因為你對我 你對我答覆的這種態度 就是對於這件事情 不夠嚴謹 如果 態度不夠嚴肅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是 很重要的一個政治 民進黨 用這麼多的情心力 在那裡幫你背高 我不是在那裡 算計 事實上 對我們台灣的 孩子 的未來 有很大的衝擊 到現在為止 你們都沒有正式 去探討這些問題 甚至沒有 做這方面的配套 所以我們 覺得非常厲害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